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谭剑次如何凭借长相思中的香柳一角赢得观众的心? 在电视剧长相思的大结局中,角色香柳战死,这一情节让观众感受到了深深的遗憾和悲伤。 作为香柳的扮演者,谭剑次工作室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五条微博,表达了对这个角色的敬意。 他们发布了香柳的名场面和拍摄花絮,让观众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角色,以及谭剑次在扮演过程中的付出和努力。 香柳,一个充满遗憾的一生。 她在长相思中,虽然身处乱世,但始终保持着一颗大意之心。 她深情地爱着女主角,却因为命运的捉弄而无法与她走到一起。 她的死,让人痛心疾首,但也让人对她的大意和深情印象深刻。 谭剑次在扮演香柳这个角色时,表现出了极高的契合度。 她准确地把握住了香柳的性格特点。 将她的大意和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在拍摄过程中,谭剑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。 用自己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关注。 谭剑次工作室发布的香柳的名场面和拍摄花絮,让观众们对香柳这个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。 这些画面不仅展现了香柳的英勇和智慧,也展现了谭剑次在拍摄过程中的敬业和付出。 这让观众们对谭剑次的演技有了更高的评价,同时也让她的人气不断攀升。 香柳的死,让观众们深受感动。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感慨和看法。 对香柳这个角色表示敬意。 同时,他们也对谭剑次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。 认为她诠释了一个完美的香柳。 这些讨论和赞扬,让长相思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。 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,谭剑次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。 她的表演让观众们感受到了角色的魅力,也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谭剑次会继续努力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